明里国小就位于花莲市中心 每天行经的车流量大 但周边的行川线却不怎么明显 在学校担任导户之工的花莲县议员吴东升 就发现当中暗藏隐忧 为了维护学童上下学的安全 在日前也邀请各单位前往会刊 并达成共识将在4月底前 能够将周边的行川线 改为更加明显且止滑的绿地冷速标线 明里国小前行经的车一辆兼一辆 但路面上的行川线却是斑斑勃勃相当不显眼 让每天都要在这里上下学过马路的小朋友 多了一份安全引用 为了提高驾驶人警觉 县议员吴东升日前邀请各单位一同前往会刊 希望可以改善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 因为这边的交通流量比较大 那东升在占岛户的时候 有发现了这些的执行岛户的工作比较困难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的 县政府交通科还有事工所 还有陷阱局交通队一起来共同会刊 那校长也可以热烈的协助 将他们平常一些导户方面的安全不足的地方 今天来做一个补强的动作 那会在行川线的中间 加上一个黄网线 让用路人 就是开车的人 能够更了解说这边的重要性 是不能临庭的 那交通客也答应说 未来会做一个冷凝标线 就是我们现在白底滤网 让附近的要经过的车辆 更能够确实的看到 会注意小朋友上车上学的安全 因为学校在迷离路上 那迷离国小过后 就是那个化岗国中 所以其实在上学的时候 车辆就非常的多 那小朋友要从对象进入校园 其实都很危险 因为那个吴东升议员 他其实也有来协助我们学校 做交通志工的部分 那他之后一来倒步之后 他就是亲身的来体验过后 就有跟学校有提出一些建议这样子 那其实这些交通安全 我觉得他对学校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很实物的需要改善的部分 那谢谢今天就是各个单位来协助我们 各单位在共同讨论之后 也达成共识 预计在四月底前 就会完成学校桌边的 行穿线改善工程 将会采用具有止滑效果的 绿底冷塑标线 来提高防滑系数也更醒目 希望能够提高家长和学童 行进间的安全 解许的请华联士报道